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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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各位親愛的神格你們好 歡迎回到蘭諾的YouTube頻道 我現在在中立火車站附近 我在等黑仔熊 因為他今天要從台北來中立 我們今天要拍一個主題就是 要放在他頻道的主題是 三軸穩定器的比較 所以他就約我說 蘭諾哪天我們來做個三軸穩定器比較 你有雲鶴二我另外一台三軸 我說OK好 所以我們就約了時間 我現在在等他 然後他剛剛進來傳了一封訊息 他跟我講說 我原本以為他是要 他是要晃點我說 他今天沒有辦法來了 結果他就說 我要跟你下跪 我就說 怎麼了 他就說 我忘記帶三軸了 寶貝你乖乖喔 你最乖了 好我們就improvise 我們見機請示 看今天在永安與港能夠 永安與港 永安與港能夠 變出什麼魔術來 那我就知道趁這個時間 趕快再做點事情 40分鐘能夠做很多事情 NO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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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喝清喝禮 欸咻 走 永安與港是嗎 直接去與港嗎 對啊 還是你想要去哪裡 沒有啊 那今天要拍另外一支跟三軸有關的影片 所以我就想說來 好我們已經到桃園的 出名的永安與港了 其實也沒有很有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會有名 不覺得後面那個很醜嗎 我跟你講 今天來到這邊 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風大 又有沙子 完全不適合把器材拿出來 但是我們就打算在這邊 把一些好看的景拍完之後 就會中立市區 那你到底為何 哈哈 今天是我的錯 我今天不應該帶那個 黑熊來永安與港 這是我的錯 我身為中立人 向大家道歉 我們現在在桃園的海邊 我們要回到中立這邊 OK 它要再開30分鐘 我們真的沒有這麼沒品 我們還是要移一下 我們現在回到文明的中立 然後 有4G喔 有4G 我們回到 我們回到有4G的中立 先帶黑熊來同學去吃飯 但是我覺得 要進 在中立你要進地主之宜很難 因為中立真的沒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我剛剛想說 其實你在中立你要進地主之宜很難 因為中立是一個完全沒有美食的地方 但是我們今天來到中立家叫做客食堂 它是只有一個煎餃 或者說茶碗蒸 是我覺得在中立還算是 就是 10分裡面我會給7、8分的 一家小餐廳 這是泡菜嗎 我點泡菜 骨肉 真的 對 放菜吧 帶台北人來吃這一家 讓中立人很有面子 崩潰的女人 你那個好像前陣子的梗圖喔 沒有人愛我 雖然剛剛我們已經去永安漁港 然後發生了那個鬧劇 但是今天的主題其實 我跟黑熊是要討論 那個鞋子的問題 我們今天要看看Tamberland VS P牌 P牌 其實我不知道它怎麼唸 它上面有logo 聽說它是法文 喔真的嗎 它是法文 可是如果用英文唸應該是 Paledium 之類的 就這樣 才是 有 一 我 我 在 我 黑熊買的這個P牌是防水的嗎? 沒錯,我特別挑了一個它號稱夏宇鑽用防水款 然後你是買多少錢? 我這雙買3,900左右 原價3,900 好,那我這雙Temberland的經典款 我是買特價,我也是買399的 一樣喔? 對 所以價錢是差不多 但是聽說Temberland的價錢 他們訂價的方式很奇怪 就是謠傳很多人都會能以3千、4千塊的價格買到 但是我們常常在... 我們永遠不會真的遇到那個 欸!多少錢? 啊!這麼便宜!3千多塊 永遠都是謠傳 那我這次是大概在去年12月的時候買 所以現在穿這雙穿了 也有3、4個月左右 那我是快10千塊的價錢買到 齁 算便宜耶 所以以Temberland來講,真的算便宜 我覺得算便宜 因為通常我看到的價格 在櫃上啦,至少在櫃上 都是4千5以上 像那個...褐色那一張 那一雙經典顏色 那個都至少5千2左右的感覺 經典款都至少6、7千跑不掉 對啊 所以Temberland它的價錢 普遍來講是偏高 然後P牌它是有2千多到4千、5千的都有 所以它的選擇範圍比較多 但是Temberland它就是專注於這個經典款 就是價錢大概在這邊 可是Temberland它也有其他的鞋款 像什麼短板的啊 還有類似像翻穿鞋等等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是討論鞋子的好穿性 它舒不舒服 還有它的防水性 所以你這雙是全防水的嗎? 全防水的 跟我的這雙也是一樣 那...可是我之前有聽過 就是在...不管是國外的論壇 還是台灣的論壇 都說... 他們說會有什麼狀況發生 會有開口笑的狀況發生 開口笑? 聽說P牌... 我有聽過比較誇張 就是它可能一個禮拜穿3、4次 穿大概6到8個月 它的鞋子前面這邊就會開口笑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說 我要買P牌還是T牌的時候 我就是因為看到網絡上面 P牌它的評價很不疑似 有人說超棒 我去冰島爬什麼冰川川 這個沒問題 然後有人就說 好我就穿幾次 然後它就壞掉了 然後... P牌的回應是 我們這個不是越野專用 我們這個是Fashion 喔真的嗎? 他們有這樣說嗎? 有喔 我看到網絡上面有一個人就說 P牌就回覆我說 我們這個是時尚鞋 它不是真的拿來 是工業用 就是工業用 好像有耶 因為他們也只有說防雨 但是他們沒有特別講說 我的鞋可以拿去幹嘛幹嘛 可是它有一些款 它的底是 它都是什麼輪胎底 就是很耐滑 飛機輪胎底 對對對 它都是很耐滑 但它也沒有說可以穿去登山 從來沒講過 可是很好笑的事情 又是我在網絡上面看說 P牌跟T牌的防滑性比起來 大家又說P很滑 就說它很滑 就說P很滑 真的嗎? 但是我也 滑湯喔 但是我也有穿P牌滑倒過 也不是滑倒 但是就是這樣就滑一下 其實會滑的地方還是都會滑 我覺得啦 會滑的地方還是會滑 到最後就真的是看你的預算多少 然後你喜歡的鞋款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說實在 P牌它的鞋款也真的比較多 很多 而且我上次去買這個的時候 它剛好當天又在進了 當季新款 然後我覺得整體來講 它的顏色配色也很好看 跟Templeland比起來 因為Templeland其實就是 它最有名的那個黃河色 跟它的這個黑色 我覺得P牌它是有很多像 超級多顏色 很亮的紅色還有藍色 對都有 而且它前面有一個特徵 就是我完全不太知道這一塊到底是幹嘛的 聽說就是這一塊是最容易磨到的地方 所以他們這邊又再多做加強 這幹嘛會磨破嗎 就是可能走樓梯啊 走樓梯會高到什麼 A到的幹嘛 對 所以就是他們 就是多加一個保險桿的感覺 嗯嗯嗯嗯 你碰過最糟糕的下雨情況是什麼 像磁瘡 昨天前天那種下大雨啊 騎機車 然後水就進起來給它沖 我知道我的褲子啦 是已經濕到整片會滴水的情況 但是這裡面還是完全沒進水 我就覺得很爽 騎機車掃套一個鞋套就是爽 不過也是前幾天這邊下大雨 然後我也是穿出去 然後覺得沒關係沒關係 它已經鞋面整個都濕了 但是我家裡面還是乾 裡面是乾的真的 然後回家就也不用擔心說 要不要擦或什麼 它就自己乾掉 然後隔天一樣可以穿 我感覺我有聽說啦 就是這種防水鞋啊 我們可以再噴那個防水噴霧 會讓它的防水的效果維持得更強 對 可能穿久了終究還是會漏水 就像手機啊 就像有些人也是說 防水手機 對啊 像某個紅色的那一隻 對嘛 某廠牌 A牌 對啊 某A 這樣不懂喔 不懂 我們兩個剛剛討論完P牌跟T牌的優缺點之後 我們現在 就是要拍一些B-RAW還有封面照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兩個就只有穿這雙鞋 就是這兩雙 所以現在我們兩個是呈現 一隻腳有穿鞋 一隻腳沒有穿鞋 比較重一點 對啊 對 這樣直接拿 哎唷好臭這樣 有我覺得重量差不多 所以相對的你的比較大雙 可是我比較小雙 那你的比較 輕一點 對輕一點 對啊 重量也有差一些些 我發現它從頭到尾 那個LOGO最明顯的地方是在它鞋子這個 欸真的耶 誰看得到啊 超 哈哈 沒關係啊 可是你這個側面也看不太出來 反倒是我正面跟側面都有LOGO耶 浮誇啊 就是怕別人不知道你穿P牌的 對啊 然後因為太新了 所以鞋子還沒磨到多少 好 OK 但是基本上就是 我們希望你們今天喜歡今天的評測 雖然我是做科技相機評測 但是它是 這雙是一個很棒的工作鞋 我整個冬天拍的case穿出去 這雙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 所以我覺得其實身為攝影師 它是個還蠻不錯的投資 而且我聽說 我聽說穿Temperland的人一次都穿兩三年 喔對 我聽說都穿超級軟 雖然它價錢稍微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是個很棒的手套 哈哈哈哈